市道差不少人都想學一技旁身 不過香港竟然有一間維修學院 聲稱不需要經驗 可以在一年之內 幫你取得政府的電工A牌 我們趁學院這一天舉辦簡介會 以普通市民身份參加 簡介會一說到 如何可以幫我們取得A牌 這位學院創辦人陳生 已經煞有介事地說 不要錄音 不少人都想有一技旁身 尤其是男士們 可能想考慮電工A牌 因為這牌原來很吃香 不少裝修公司或物館公司 都想請這班有A牌的朋友 其實要取得A牌 真的一點都不容易 要不就要讀過有關的課程 取得認可資格 再不就要做紅副子 在這個行頭做五年 然後再通過有關的測驗 不過近日我們發現 有一間維修學院聲稱有個速成班 給二萬元的學費 讀短期課程 再做十幾日義工 就會幫你完成工作證明 好,你不會讓我們讓這條路走 你進入這裡… 我不想見到你 是視乎介紹文件嗎 你覺得自己這樣做沒問題嗎 陳生,你拍照… 陳生,你拍照 我們可以一直在這裡說過 本學院絕對不能直接或間接幫學員 拿到電工A牌 因為這個必須由機電工程署批合 報到課程前 學員必須自行提供電業承辦商 五年工作經驗 究竟發生甚麼事 是誤會還是真的有些事 觀眾自己去判斷 市道差不少人都想學回一技旁身 希望將來多條出路 不過香港竟然有一間維修學院 聲稱不需要經驗 可以在一年之內 幫你取得政府的電工A牌 翻查這間維修學院的網頁 他們除了開辦一些家居維修課程 包括水工、電工、鎖皇班之外 又說會免費幫人做家居裝修 過去也做過不少訪問 他們的社交專業 這個講電工A牌促成班的帖 就吸引了不少人留言問價 我們趁學院這一天舉辦簡介會 以普通市民身份參加 我們聲稱明年年終要移民 但完全沒有電工經驗 亦沒有學過 至於其他參加者 大部分都是沒有電力相關工作經驗 例如有參加者是室內設計師 亦有裝修公司的老闆 簡介會一提到如何幫助我們取得A牌 這位學院創辦人陳先生 已經煞有介事地說 不要錄音 現在以下說的話,大家不要錄音 不要錄音,不需要錄音 我是告訴大家你們想要的東西 如何能夠營養成一年內 可以獲得的A牌 一定會有很多鮮禮 你說你要考A牌 你必須有五年後再考驗 但你不會有 你不會有我們讓你走路的路 就是你實習 加考到一張證書 已經是一個尾碗的路 很簡單 你讀A加B 226個小時 A加B,26個小時 好,再加,你考到證書 先考到證書 好 我們就可以虛字而取得 這樣 虛字 我想說得那麼白 他說不想說得那麼白 其實已經說得很白 他不斷遊說我們參加A加B課程 當日報讀的學費是一萬九千八百元 他聲稱這個課程開辦了兩年 已經開了二十六班 每班大約二十人 計一計條數 即是兩年來 他們收了過千萬的學費 回看資料 如果一個零工作經驗 又沒有讀過相關課程的人 根本不可能在一、兩年之內 拿到這個電工A牌 事關根據機電工程署 電業工程人員註冊制度 要申請A牌 要是曾經進修過相關學科 或者讀過學徒訓練 再不然就要在這個行業 做最少五年 然後再去VTC 或者建造業議會 做一個技能測驗 那麼我們又沒有讀過書 又沒有工作經驗 為何可以用萬多元 報讀這個A加B課程 就可以拿到A牌呢 我們會告訴你 哪裡做的 你沒理由不知道 即是你會跟我們合作的 當然一定要 我們會在別方的時候 應該會跟我們合作的 即是跟我說 哪家公司會做過五年多 對 總之我做過十六十集 五年多就會幫我做 是 我們辦成不是很聽得懂她說甚麼 我們根本沒有工作經驗 究竟怎樣填製方法去考試 我們的最愛的方法是 地址、月園記等等 我們替你填表 去申請VTC考試 我們替你寄信去考試 我們會有你所有資料 你在哪家公司工作 不是,她不需要我給相關經驗 她已經告訴你 她批准了你 你就有相關經驗了 你不是你沒有資格去考試 她一定會批准 即是我們會幫你填補 這個簡介會 是否一個騙局自在 騙錢、騙學費 還是有人真的會用不法手段 偽造虛假文件 然後幫人申請牌照 這個學院負責人 看到我們遲遲不肯落答 就不斷游說我們 說他們不是造假 還用同一個方法 已經幫過很多人拿到牌照 還試過成功幫人轉行 由開車變為維修員 前兩個月有個XX 發電郵來電郵 叫我填補資料 他說我入了XX 入了XX做助理本工 甚麼…助理維修人員 然後我說我要填甚麼資料 然後跟他合作後工 他告訴我 他報了入職時填甚麼 我就幫他填甚麼上去 在簡介會上 他們見我們對報讀課程猶疑不決 就跟我們分享了一些成功例子 他說那位50多歲的學員 用這個方法在去年開車賺食 在一年之內拿到A牌 現在還鑽入了一間地產公司工作 當我們提出 我們根本沒有在這個行業工作過五年 沒有工作證明 也沒有報稅 如果政府部門互相檢查 就很容易穿布 他就叫我們不用擔心 因為他們不會通的 不會通的 第一,不會通的 第二,是… 他算是年份 每月回來,可以嗎 即是做檢職也可以 好嗎 他沒有寫你多久 沒有寫你多少天 不是寫日數 有很多班 不是,因為我們一個月回來 就不能這樣 五月回來五年 基電那裡我們預約得太多 那麼多班 他任何人都能預約 他會說你甚麼都沒有拆掉 有甚麼都沒有拆掉 怎樣都可以拆掉 其實他不用理會 有甚麼事你不用理會 有甚麼事,我們幫他處理 為了力騷我們 他還不斷是元祺說 說這些不是造假 他會找提供幫你 沒有人幫到你,香港 沒有人幫到你 我們也有要求 因為我們要保障你拿到這件事 而你真的在這裡做過 你知道嗎 你先解釋這件事嗎 你真的在這裡做過 我不是做假 我是做真的 為甚麼我們要你實習 就是因為你沒有經驗 預料你沒有經驗 你看到地底不同 你兩個師傅 說了那麼久 還沒收到我們落搭 他就說現在已經是尾班車 又聲稱已經申請到持續進修基金 所以明年會辦其他課程 1月1日開始 我們會推廣裝工 必須的 因為我們已經申請了這個CEF 這一班之後 現在還有幾位 過這一班之後就沒有了 我們就全部去世宗 由一個白紙去到大工 是否一年內、幾個月內 考到大工 拿到A牌的話 你就是… 1,這個是超級快的速度 其實如果這樣做的話 你會否說是要設計改造文件 你覺得自己這樣做有問題嗎 不要緊 陳先生,可以回應一下 陳先生,你可以回應一下 我們可以簡直或討論歌 陳先生,你要回應一下嗎 這位學院創辦人 面對我們當面質問是否造假 是否造虛假文書 究竟有甚麼解釋 我們明天再跟大家跟進 要過五關斬六象才取得A牌 目的不是要去瀏覽有志投身相关行业的人士 而是想保障市民的安全 没错,而他们这样做 也破坏了整个行业的应受性和专业性 我们的同事还追问了负责人 我们明天会再跟大家跟进 稍后回来有更精彩的内容 下一节继续一线搜查 在香港的少数族裔学童 在求学和成长的过程中 面对跟自己家乡哲言不同的语言和文化 感觉是既陌生又新奇 这个普通话培训班 是专为8-15岁小数族语学童而设 期望透过学习普通话 为他们敲开认识中国文化的大门